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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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我喜歡到處逛逛 全灣西有很美的海賓長廊 在這裡吹海風 感覺很舒服 記得小時候每次去公園玩的時候 媽媽都會在嘉賓買東西給我吃 這些傳統小食 最近竟然有新搞作 我平時好喜歡吃不同口味的雞蛋仔 好像朱古力味或者香芋 不過多數只會在蛋瓶裡加入不同口味 今次我可以吃到有餡的雞蛋仔 配搭還有驚喜 用開心果來做甜品 通常都會壓碎去炸在甜品上面 現在用開心果來做餡料 吃到很有果仁的香味 和雞蛋仔的味道都很配 老闆自創了 老闆自創了18款雞蛋仔餡料 但是賣相最美的一定是這款 下完餡料 再放蛋漿 那做出來的雞蛋仔 就會很清楚地看到一顆蜜糖星星 不要以為甜的食物才可以用來做餡 其實咸的食物都一樣可以放進去 想要吃吃口味的 老闆說可以放煙肉 吃下去咸咸香香 要中式的 我就覺得比賽肉鬆是最好吃的 是aisia的 在某種店裡面 有20的食物 可以用來做的 好購物 吃飞麵 就在某種店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